這個 這就是他們那個 日本算算鍋的那個 始祖 對 創始 真的假的 超屌 今天是在大阪的第二天 我們今天原本 我們這次來這裡 原本的目標 應該很重要的是今天 因為我們今天要去鳥取 鳥取那邊參加 Pokemon GO的一個活動 但是現在時間已經來到了 十二點半 快一點了 那從這邊到鳥取呢 最快最快要 兩個小時半到三個小時半 所以我們到那邊應該是參加 黃昏場 沒有什麼黃昏場 因為他那邊沒有任何的光源 所以五點的時候就無雞媽黑了 好 沒關係 那各位我們今天就轉另外一個目標 來介紹給各位 你們知道從大阪 如果要搭地鐵 一路搭到鳥取去的話 大概要七千多日圓 但是我們有發現 有一個方法 只要一千多日圓 就可以到那裡了 我們已經到南波 南波站了 再來要去找的是這個 這個東西 還有巴士 好 那個到鳥取 那一個 好 我們在這邊買到了 我已經買好了 各位跟你們講 這個是觀光客特別用的版本 它的價格會比較便宜 我剛剛看一下上面 它原價大概是三千七百塊日圓 那因為我們有護照 我們護照買票的話 比較便宜 這邊有寫 只要一千塊 一千塊 如果你們有就是安排 只是想去一天的話 我覺得這個方法還蠻方便 而且又還蠻便宜的 那我們現在這邊 我們票是兩點的 現在大概一點半左右 我們試試 稍微吃點小東西 等等三個小時的車程 在車上拍點東西給你們看看 這一般巴士呢 因為到鳥取的時間非常的長 所以它中間還有停休息站 有一些人 就是在這邊先下車了 那我們去偷偷看一下 那這邊下車呢 前面會有一個 這個應該是類似他們休息站的 他們的休息站應該就是這個 這是休息站沒錯吧 這裡的山跟在台灣的山 長的樹有點不太一樣 你們看那邊 這裡的風景 這裡的山啊 山跟樹啊 就是長的跟台灣的 有一點點不一樣 地形不同吧 他們的樹很多都是長 這邊這一種 你看 就是這種 整棵樹尖尖的這樣子 好了 我為了避免被丟爆 我還是趕快回車上好了 可惡有點想進去逛 我們已經到達鳥取了 看一下喔 來給你們看一下時間齁 現在的時間 其實算得超級準 現在剛好已經五點整 他說三個小時就扎扎實實的 兩點出發 然後五點到 一分大概只誤差兩三分鐘而已 我覺得這司機頗狂 這個是我們原本要去的 沙丘 沙丘在哪 看旁邊的地圖上都不會出現 我們到這邊的時候 其實已經算非常的晚了 那好險南坡車站裡面 還算有一些 おみやけ之類的東西可以逛 逛完之後 其實還剩蠻多時間的 所以我們決定 就在鳥取車站附近 找一找看看 稍微在腦中理解一下 鳥取到底有哪些東西 雖然很可惜 全部都不能去逛就是了 CAN長講說 鳥取這邊 其實有一個叫做白兔神 白兔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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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就是白兔神吧 是嗎 這個我就不知道 我剛剛想說 搞不好究竟 可以去看一下 就稍微google一下 偏遠 不是偏遠 我看得到海 我看得到海 對看得到海 超級遠 所以鳥取這個地方 目前稍微查了幾個點 感覺就是 你要嘛有車子可以開 煮車 不然的話 我們之前有查到 還有那個三個小時的計程車 給觀光客用的 因為你就一個固定的價格 然後你要去哪 那個煎車都帶你去 但是只有三個小時而已 是這個嗎 本日預約滿席 不好意思 本人站下我已經預訂了 就這樣喔 對 為什麼這邊這麼偏僻可以這麼多人 我先跟你講 這個 這個就是他們那個 老闆 日本 酸酸鍋的那個 實煮 對 創始 真的假的 超屌 我等一下就是點 4120最便宜 就對了 不是他還有更便宜的 這個是火鍋 然後這是定食 所以 我們等一下是要吃火鍋 我是要點 我是要點 736 736 我點這個 4120 這是我們今天影片的重點 最終呢 我們還是比跟預訂的時間 還要稍微早了一點到這裡 所以還沒那麼快可以進去用餐 我跟Cent長就在外面稍微等了一下 OK 哇 Cent長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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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之後我其實還蠻驚豔的 因為它居然是這種 榻榻米式的小包廂 那它的Menu呢 就在Cent長手上那一份 就是全部都是手寫的 價格也寫得非常清楚 把我嚇得不要不要的 大家衝進來了 開 來 哥好屌喔 他們就像漫畫一樣 那個打開 要坐在地上 默默的打開 然後才能進來 真的好夢欸 真的好夢欸 好 各位 欸這個哪個是你的哪個是我的啊 應該 看起來這個才是你的吧 是嗎 這個肉看起來就 比較猛 我也覺得 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 這個肉 各位你們 天地良心 天地良心啊 這個肉是不是看起來比 這個肉還要厲害一點 這個 哇 花4000吃到 7000的肉 好賺 哇 Which one is the more expensive this one OK 你看我就知道 Change 那這邊這個呢 就是Cent長點的 7000多塊 日圓的餐上面附的牛肉 那這邊這一份呢 就是我點的 差不多 4000日圓 他剛剛就先端來一個 醃製小魚 然後 這個是熱茶 他說這個是 這個是 刷刷鍋要用的 醬料 那旁邊這個 Cent長說是法菜 但是我沒有很愛吃法菜 所以應該不會用到 那我稍微嘗試了一下 他的那個醬料 他給我們的醬料呢 其實就有一點點像 胡麻醬 但是是 酸味比較多一點的 然後還有配兩隻 應該不確定是什麼樣的醃製魚 不過還算蠻好吃的 總之我是直接先放到嘴巴裡吃完就對了 再來就是Cent長的牛肉總算要下去算一波了 7000塊的感覺如何 好扯 好扯 你是認真嗎 真的 好好吃喔 幹 我也要抓我的了 給他扯完 接下來換我的 好扯喔 我覺得好好吃喔 肉很嫩 是真的 就不會有那種 呃 不會有那種冰封過後的感覺 我來吃一口原味的啊 給他再給大家看你吃 你們 你們可以想像 喔 原味也好好吃 是不是 咀嚼上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你知道嗎 有沒有當過有人在吃牛肉 像在吃拉麵一樣 這個肉真的要用水的你知道嗎 這是Cent長的 Cent長的牛肉 跟我的完全 油脂分布就不一樣 3秒 好 你先半口 你先半口 不要一次 一次我覺得太奢侈 先半口 咬下去會有一種 啪 一咬就開 真的 真的 你吃吃看我的那一個 你就知道 那我們也來試試看 我們不能只顧吃肉 身體愛過 菜也要吃 吃菜 肉跟菜吃了之後呢 我們就想要喝喝看 它的湯喝起來味道怎麼樣 那它的湯呢 其實我記得喝起來 就還算滿清爽的 而且很順口 不會喝太多 就開始有一點味精太多的感覺 我實在很難形容 那到底是什麼 但是基本上 我只記得真的非常的好喝 那它這個套餐呢 除了肉跟菜之外 它其實還有讓你選 你要烏龍麵還是要拉麵 那我這次是順著Cent長 就點了烏龍麵拿來煮來吃 最後的甜點 這應該就是吧 他們的水果 對啊 因為我們趕時間 也沒辦法吃太久 所以我們 這個就是 這裡盛產的那個蘋果 對 梨 鳥取盛產梨跟柿子 好 直接怒吃 好脆的聲音喔 這包剛好吃 真的 很甜耶 超甜的 甜的不像梨 收尾 好不好 聽那個聲音喔 地絲 不是下雨嗎 沒有啊 有吧 沒有啊 沒下雨喔 有可能有下過 然後現在我們要再搭三個小時的車 回去 不過我真的覺得 這個如果你們要來 可以安排來鳥取 因為鳥取這邊 我們剛剛在車站裡面看 這附近其實蠻多神社啊 白兔神社啊 柯南 博物館啊 還有沙丘 好啦 我們就看那邊的沙丘就好了啦 沙雕 我們沒看到沙丘 可以看沙雕好不好 好 現在 我們的目標是 在 車子走之前 趕快再進去Seven 拎個東西 上車 因為等一下回去又是三個小時的車程 吃完好吃的晚餐之後 還是得要搭三個小時的車 回到大阪 我們已經回到鷹之宮這裡了 後面這一間呢 是一個鷹之宮的 不是那個 我們民宿的Yoshi-san 推薦給我們的 一個 居酒屋 喔對 是居酒屋 很好吃 我只記得很好吃 真的超好吃的 你說我們吃了什麼 你忘了是不是 對 然後我們昨天 昨天我們其實不懂日文 對我們隨便點 我這邊放一張照片 就其實我們真的看不懂日文 然後我們也沒有找什麼翻譯來看 所以我們就 看什麼覺得好吃 就寫上去 我管他來什麼 而且 看什麼覺得好吃 還是從他 名字來判斷 對 從他名字的 漢字來判斷 這個應該 不過所信的是 昨天真的點的什麼都好吃 好啦那等一下我跟Ken 就是 丟開這邊 進行youtuber的編輯作業了 要睡覺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我們就 下一次的影片再見 拜拜 好爽 這個糰子 其實我非常喜歡吃日本的糰子 我到現在還沒有看到 我那天吃到超好吃 真的是用烤的 然後再沾烤肉醬的 都是這個小顆的 昨天其實去公平院士看到了 差不多 百塊十二顆 百塊十二顆 對 而且感覺其實吃得很飽 而且感覺其實吃得很飽 一吃